37岁泰国女星 妮大帕茶 娜威拉潘 小明Tenmo 25日传出她与朋友搭快艇出游 不料途中掉进美南河 经过一天一夜的搜索 稍早泰媒报导 以巡获她的遗体 根据泰国媒体报导 女星Tenmo前一晚9点半左右 和朋友在双喜桥上船 原定前往南无里 却在10点40分左右掉入河里 事发当下 她并没有船九生意 船上的游人发现 她掉进河后 便试着要找人却找不到 搜索范围不断扩大 从晚上找到白天 Tenmo的妈妈26日一早 便到河边进行洒话仪式 骑求女儿回来 没想到下午1点左右 金邦就在妈妈洒话的地点 发现了遗体 三星人确认遗体后 已证实起身份 她的母亲透露 Tenmo从小就很擅长游泳 但可能不足以应付 当下一类环境 哥哥则表示 要向同心友人了解事发经过 目前整起案件还在调查中 Tenmo出道20年 因身材高挑 以学美出道 成为模特儿 身份多宠 是歌手 也是演员 神社观众喜爱 但其实她却有着悲惨童年 因为父母争执 让她曾压力大到失眠 精神状况一直不太好 13年曾和男星结婚 却只为持两年就告终 让她抑郁寡欢 甚至吞安眠药自杀 索性被发现 及时就会一命 重生了她 积极节省治疗 18年肯养育女孩 成为妈妈 并回归演艺圈 在坠河前才对外表示 自己会努力摆脱过去 相当正面 新人节还和男友 甜蜜放闪 如今发生意外 也让不少爱她的粉丝 感到不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